香港日记 1996年3月4日至5日 完美首相 快乐时光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3月4日 星期一 不少人对首相访港持怀疑的态度 质疑他无法改变香港前途或为香港发声 但他凭着过人才能和正直作风 让这些声音不攻自破 他度过了马不停蹄的一天 先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主持奠基仪式 再回来与行政局开了一场充实的会 他显然以信念和诚意打动了与会成员 更令人赞叹的是 约40位立法局议员在宴会厅与他会面 所有的人都对他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越南传民 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事项 筹委会 人权法案和香港居民在外国遭扣留等问题 他全都作出回应 刘慧卿来势汹汹 但态度还是相当恭敬 李祝铭非常守礼 而且他愿赌服输 听到媒杰解释免签证待遇的情况后 便交出了与李夫金德承诺的赌注 这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有关越南传民的问题 首相表示自己曾在曼谷与越南总理会面 而英方官员也会在4月前往越南 为汉利5月的访问做好准备 以便港府加快遣返进度 首相出其不意地公布有关免签证和少数民族的安排 他承诺 如果少数民族被逼离港 英国政府将允许他们入境国内 而战争遗孀也会获发护照 此外 他决心履行对港人的承诺 表明如果中方违背中英联合声明 英方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首相会晤二战老兵爱华士 他多年来一直为战争遗孀争取权益 因此对最新声明深感欣慰 随后 首相为各商会发表演说 期间多次迎来热烈掌声 一切都相当顺利 他和幕僚在讲稿中加入了相当精彩的论述 强调英国将持续履行对香港的承诺 也会坚决维护中英联合声明 这部分让演讲更为完满 接下来 我们去沙田进行访问 并在学校和商场外受到民众包围 部分在场的英国媒体也对此惊叹不已 群众里有人高喊 感谢发放签证 再次证明港人并不全然把我们视为殖民镇压者 首相回到不正私属 并在港督府听取简报会 我们随后召开最后一次记者会 这种场合很容易让人前功尽弃 但他表现得滴水不漏 果然是位值得欣赏和钦佩的人物 不过他对自身过于苛求 也太常质疑自己的表现 我必须说他每次都棒极了 他极度讨人喜欢 从不错过任何行善机会 而且富有强大的同理心 即使别人把他与克林顿总统做比较 他也不会得意忘形 我送他到机场乘坐前往汉城的飞机 到家后便早遭入眠 今天是我来香港后 不 应该说是从政以来最满足的一天 3月5日 星期二 有关首相访港的报道相当正面 这种情况在香港可谓前所未闻 他获得各界普遍的认可 第一 他针对国籍问题所提出的措施 远超外界预期 第二 他对香港的承诺坚定如山 大部分英国部会首长来港后都无法全身而退 但首相并没有引发任何巨大危机 确实是出类拔萃 另有英国媒体报道 我将回到英国政坛 真是荒谬 这种事难以避免 我甚至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恭维 我无法完全排除返回英国政坛的机会 但取得平衡并非易事 行政局会议非常简短 大家都很满意眉睫地访问成果 我们稍微讨论了中国对台湾造成的威胁 大家开始为此感到焦虑 董建华全程沉默不语 我们还提及增印权的财政预算案 由于这是首份由香港本地官员提出的预算案 我想市民都会感到满意 我的前私人秘书梁宝荣将到北京为我们设置联络处 我也和陈方安生讨论如何让梁宝荣的优秀特质发挥最大作用 我已经着手规划秋季时在北美和伦敦的工作 英国工业联合会要求与我对话 我也认为有其必要 但届时报上也许会充斥着彭定康投下震撼弹之类的新闻标题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